這堂課會大概花一個半小時的時間 然後一步一步引導大家 試著來想一下你平常觀察到的問題 或是你生活上的需求怎麼樣 去重新分解你的問題 然後找到解放 然後我是這堂課的那個講師 我是TIFF 然後除了剛剛講過我的背景之外 我也是導導阿學專案的那個坑主 然後我過往其實時間教育工作者跟公關的背景這樣 那如果要找我可以直接 就可以找到了 OK 好 然後課前先說明一下就是 等一下有想問的問題啊 我們都會安排提問時間讓大家問 然後你如果想喝水上廁所什麼 就大家自由行動不用特別舉手 也都沒關係 然後或是你覺得你聽得很累了 你可以到隔壁間休息也都OK 然後我們今天會有很大量的自行練習的時間 所以等一下呢 我需要大家先幫我把這份PPT 複製給一份給自己 因為我在這PPT裡面有做大家練習的表格 OK 那怎麼樣複製這一份呢 好 等一下 好 就是複製的方式就是 你可以先到剛剛營隊的官網 然後官網這邊有一個必修課 必修課按進去之後 你可以找到我的課程 就是在GLV帶你來提案 然後這邊有一份簡報 按進去之後 你可以在檔案這裡 按建立副本 然後行選整份簡報 好 就可以了 好 就大家可以花一分鐘的時間 我們先把這份簡報複製下來 好的 然後因為我知道有一些夥伴沒有帶電腦 然後 沒事不用不用擔心 我有準備紙筆 就是等一下的課程 你也可以用紙筆的方式做 然後我紙筆放在那邊 就是我們電腦前面 等一下可以去哪來用 或是你覺得你 今天用電腦驗得有點過度 眼睛很痛 你也可以選擇用紙筆的方式 OK 好 然後最後小補充一下 我這堂課的作業會是 大家練習的這份PPT的連結 然後讓我知道一下大家學的過程狀況 然後以及最後我們會有一個提案的共筆 你就把那個共筆連結給我就可以了 OK 到目前為止有人複製PPT有狀況嗎 遇到困難 請說 喔 他那個 你到營隊的官網 就是 在我們活動的網頁 或是在報名的 OK 好 謝謝 可以互相幫忙一下 如果找不到這份PPT的話 找到的人幫我舉個手好不好 我看一下 好 好 那 還沒找到的人可以去問一下舉手的夥伴 我們等大家找到之後 我們再開始 好的 那 大邊找的同時我就慢慢的開始 那如果等一下真的找不到就是 即時舉手我還是會回應你的 不用擔心 好 然後 在今天這堂課開始之前先幫大家複習一下 今天早上Isabel的課有提到說 G20V做專案它有幾個重要的元素 就是坑工具人 OK 那如果要用比較白話文來講的話 坑其實指的就是問題 然後工具主要指的是解方你的策略是什麼 你怎麼解決這個問題 然後最後是會需要人來做 OK 好 好 那我們今天的課程會用這三個元素 然後來帶大家來想一下你想做的專案會是什麼樣貌 好 所以在一開始之前呢 我們先來練習瓦坑 我相信在場的夥伴們 在不論人際關係學習或生存社會議題啊 或家庭工作 可能都有最近有遇到一些 覺得哪裡有點不順或是困難的 然後想請大家先用簡報 或你可以寫在簡報或是寫在紙上 寫下至少三個 你最近覺得就是 遇到困難然後 或是想解決的問題 然後這是我上面大概寫的 然後你可以用如何或是 或是單純表達一個問題的現況 任何的方式都可以寫 然後這邊兩分鐘的時間 讓大家先試著寫一下 然後紙筆在那邊 然後可以思考的面向 這是建議大家可以參考看看 像我剛剛在吃飯的時候 聽到有人說他想要做跟詐騙相關的議題 因為他最近一直收到很多詐騙的訊息 嗯 這可能是一個 然後 另一個是我朋友最近一直跟我說 台中空屋好像有一點好了 但有時候又會有一點 看起來又回復就是原本的狀況 然後一直很想要想一個 除了那個 骨棺空氣瓶之外的好方法 所以 這個都是一個 你可以切入的問題點 你可以挖的坑 雖然這坑可能會很大 但是 我們可以慢慢填 好 可以隨意寫 就是想到什麼寫什麼 好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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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線上的夥伴複製PPT有沒有遇到什麼困難 如果有也可以在聊天室說一下 好 我們再給大家一分鐘的時間 然後 沒有寫完也沒有關係 就是有想到什麼 就是 就先 等一下可以先分享 好 謝謝 好喔 那我們時間差不多 等一下的時間呢 就是想邀請分享 大家分享一下 你滿上滿谷的坑 那現場的朋友們 你可以找你同桌的人 分享一下你剛剛寫下的坑 那現場的朋友 你可以把你的答案 打在聊天室分享 OK 好 然後這邊給大家分享三分鐘 然後因為基本上 每一桌大概是兩到三人 就大概一人抓一分鐘的時間 講一下你剛剛寫了什麼 unav見了什麼 然後連總會都撒下了 any 我去看你你先問我 在你身上 Ideally 你先給你把我手提供 你先給你一個我 你絕對這的方法 就要我都可以 然後 再給我的你 有一點點 我先給你一個 很多我一個人 都會擒我 起司機率 有一點點 都會擒我 有一個人 爬你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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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起来非常的热络 我问一下哦 大家还需要多久的时间 大概我不再一分钟 好 ok 好的 那个大家非常的踊跃 然后我现在想要征求可能一到两位 你可以分享你觉得 刚刚听到或是你自己想要提的一个坑 你觉得它很酷或是 哇我超想要入坑的 有吗 一到两位 好哦 没关系 好哦 大家 到时候我还是会看到大家提的案 好 那我们就继续 ok 那刚刚你可能挖了很多个坑 那一个人可能同时 那一个人可能同时 当然你可以同时挖很多坑啦 但就是会比较辛苦一点 那我们今天就先练习一个坑 然后我们来看怎么样挖它 那等一下怎么选 我比较建议是你刚刚在写的时候 你觉得特别有情绪或是特别有画面 或是写的时候就觉得 哇我好想解决它这样 好想赶快填坑这样 这些的都是你可以选择的那个方式 然后大家可以选一下 选择完之后 当然其他坑你可以未来继续做 那我们今天就先针对你选的那个来练习 好 好的 然后大家选好之后啊 等一下我们会来试着分解问题 那分解的方式呢 就是我们等一下会先从 那个what议题现况开始聊 然后再去思考到底是什么 问原因造成这个议题的现况 然后再来是 这议题现况造成了什么影响 我们大概用这三个方式来切入 然后今天的整个就是架构 有参考那个英国NESTA的 集体智慧的playbook 然后还有那个回想计划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 他们的一个设计思考的手册 然后所以我之后都有附上连结 如果大家想看更详细的内容都可以去找 好 然后我们刚开始 刚刚大家自己挖了一个坑 然后那个问题它可能 像我可能会写说 如何解决台中的空污 或是像我这边放的 因为我是做导导阿学 然后它是一个在做自主学习资源的平台 那我可能当时我想问的问题 会是如何减少体制内高中生在自主学习的困难 我以这个为例 那就是 这边我想要先邀请大家先试着去想一下 你问了这个问题 它背后有什么样的议题现况 然后 这个议题现况为什么这么重要 是因为 你可能知道这议题现况 你提出了这一件事情 但你要协作的伙伴 他不一定清楚 他跟你站在的视角也不同 所以我们试着把你自己看到 先列出来 那你到时候在分享这个专案的时候 大家会比较知道 你到底看到了什么 OK 好 然后举例来讲我可能你可以写到的是 它不一定都是负面的不好的状况 它有可能是已经达到 像台湾的教育开始有自主学习的意识跟实践 那然后比较可能中性的是 学生会用自主学习的课来学学科 那或者是学生他不知道怎么样找学习资源 你都可以列出来 好 然后等一下的练习时间就是 大家可以先把你刚刚的那个坑写在这边 然后后面的表格都可以让你自己去填这个议题的现况 那一样我们就三分钟的练习 那在写的时候要记得你可以放一个主词 因为你想要解决某个问题 他应该有一个主角 他不一定是人 他有可能是事情 或学校一个单位之类的都可以 好 那接下来就三分钟的时间 大家可以用这个表格写写看 好 那时间就交给大家 写的时候有问题的话都可以举手 然后我都可以在下面跟大家讨论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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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好的 就是今天的练习 因为我们时间没有办法非常多 然后 大家都可以再回去 继续把你自己想要做的坑的内容完成 然后 这边的练习 我们就先到这边 我就接着继续说 就是 刚刚有一些人 有问我说 就是 如果我本来就列的东西 他感觉是比较个人的 举例来讲 他可能是 他观察到说 少数人 在比较少人的状况下 还好 但多人的时候会有社交恐惧 然后他观察到这个现象 那 他其实看到这些 他心里应该是有一些些 想要解决的 那个 就是动机这样 然后 所以他刚刚的那个描述 他其实就是一种议题的现象 那 在议题现象描述完之后啊 就是我们要开始想想看 到底是什么样的问题 造成了这个现象 然后 因为通常 如果你没有在网上问的时候 其实不太知道要解决什么 然后或是 瞄准错目标 举例来讲 前阵子我 临时小学校去台中女中 带了几堂 就是带了一学期的探究实作课程 然后在前面的时候呢 就是他们有观察到 学校圣食很多的问题 然后 他们打算从源头开始解决 最后他们发现他们 就是当时的目标 问题 理清错了 就是 他们变成是 他们没有办法去改变 那个厂商的思维 因为他们想解决 上头厂商的问题这样 然后等等的 反正最后他的专案 他还是做得很精彩 他反而是把 整个 就是圣食问题的问题 每一个环节 理清得很清楚 但 他们最后就跟我们说 其实他觉得 在前面的问题 他们当时理清 可能需要再更深入一点点 这样 所以我们今天 在尝试做这件事情 我们有办法再更深入一点 去看到问题本身 那举例来讲 我用 我快速说一下 我那时候列了一个 高中生时长 找不到合适资源 那到底为什么常常找不到 就是 大家都知道 现在是资讯爆炸时代 其实Google就有资源了 但 合适资源为什么这么难 有一部分可能是 学习资源真的太多太杂 所以你很难辨识 然后再来就是 为什么 那在网上问 为什么学习资源会太多 可能是 数学时代 这样 这是去中心化了 所以 资源到处都可以拿到 然后另一个是 他可能 找不到资源 还有一个是 他社经背景 没有办法 让他获得一些人脉 或是他的 就是视野没有办法 跟 就是大家的视野不太一样 这样子 然后另一个事情是 他可能是因为 自己学习课 常常都在学校固定的时间 固定的场地 他不一定能够到校外 去做一些学习 那他的资源就会被受限 那对他来讲 那个当下能获得的 就不一定是合适的资源 这个可能是他上面的原因 所以接下来要请大家把 上面的这个原因 先写下来 然后网上不停问坏 就是 你写下一个之后 他可能又有别的 造成他的原因 然后你可以一直问 然后之后你试着把每个原因 连接起来 然后来看看 会不会其实有一些议题现况 他都是同一个原因造成的 又或者是有一些原因 他就是很特别的 他 他可能是不同的 你完全没想到的面向 然后我们要花三分钟的时间 然后试着列列看 好 然后如果你觉得 刚刚你写的那个议题现况 太多了 你可以先 等一下在这边 坏的部分做不完 你可以先选择一个议题现况 去试着 我对他提问 好 发现 我有发现说 就是 大家 因为他是换了一张PPT 然后你如果之前写的 你可以直接 就是复制来用这样 就不用重打了 就不用再用这个机会 打开 一个中心 就不用再用这个机会 取得了 因为我通过 可能会是 这样子 就不用再用这个机会 写的 就不用再用这个机会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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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感谢观看 那我们 每一样 让我们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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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的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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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我们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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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会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有一个 或是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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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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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感谢观看 最后 感谢观看